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清版动作游戏 美食战队 强威野狼 一共三个角色可以选择 分别是爆发男爵,爆发贵妇,还有大暴兽 这个情况下我的摇杆就又坏了呀 所以我也没得选 这款游戏出品于1995年 系列应该只有这一款作品 没有前作也没有续作 可选的三个角色 爆发男爵是力量型的 爆发贵妇是平衡型 大暴兽是速度型 基本的操作差不多 但是在具体的招式上可能略有区别 游戏的招式还是比较特别的 普通攻击是不能把敌方打倒地的 必须使用投技或者是倒插技 倒插技就是把敌方倒着插到地面上 然后你可以进行追打 或者跳到他身上 使用下压 我这里捡到了一个分身的道具 这个分身动作和咱们是一样的 亮度上有点区别 方便玩家进行分辨 有分身的话可以给咱们分担一下敌方的攻击压力 也可以帮助输出 但是他也是有缺点的 他和主人公之间是可以互相打到的 打到之后虽然不掉血 但是会打乱你的攻击节奏 另外打出的食材 分身捡到了 是不会进入咱们的道具栏的 就等于丢了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和你的分身去抢这些食材 不同的敌人能够爆出来的食材种类是不同的 最后具体爆出什么 也取决于你的终结剂 所以你的分身也会打乱 食材爆出的种类 所以如果当前的敌人有可能爆出你需要的食材 那就需要上去抢 三个角色喜欢的料理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料理就需要不同的食材 比如说爆发贵妇他喜欢的料理是冬鹰宫汤 需要的食材是龙虾和辣椒 另外他还喜欢麻婆豆腐和鱼刺身 因为这款游戏是没有回血道具的 所以如果你想大幅度的增加血量 你就需要母关过关之后去制作相应的料理 这里打的是第一关的boss 如果阴翼的话就叫做奇力科 异翼的话你可以管他叫做物子或者是墨子 前两关对于爆发贵妇来说 咱们打不到比较有用的食材 尤其是他最喜欢的辣椒 这里加了42点体力还可以吧 食材一共有十几种 分身一个滑铲把我打倒了 滑铲就是跑动之后按攻击键 另外角色还可以跳跃攻击 跳跃攻击的时候按下动作也不一样 爆发贵妇这个角色在空中还可以发动多段的跳跃攻击 跳下来之后不断的按攻击键就可以 按住特殊键然后再按攻击键有一个燃烧攻击 敌方会着火 着火之后会不断的消耗血量 但是如果你被他碰到的话 那么这个燃烧效果会传到你的身上 还有一个特殊操作是燃烧挑衅 有一个爆炸的效果 可以把敌方瞬间击倒 那游戏的核心就是把敌方打晕之后的后续操作 连续的攻击敌人 敌人就会陷入眩晕的状态 头上有一个气泡的时候 是一段的眩晕 有两个的时候是二段 有三个的时候他就会倒地 一段的时候就可以抓取了 抓取的时候按三下 左边的肩膀按键 会把敌人推飞出去 有一点像摔跤的动作 那敌方撞到皮肤的边缘还会反弹回来 这个时候可以进行特殊动作的追打 如果你抓住敌人之后 按一下右左右肩膀的按键 会进行普通的投掷 如果是二段眩晕的话 就是特殊的投掷 贵妇的普通投掷是连续的电击 特殊投掷就是缠在敌人的脖子上 然后转圈 招式基本上介绍完了 你能够感受到这款游戏的操作 还有招式的使用 和普通的轻版动作游戏是不大一样的 第二关的boss 这个boss名字非常特别 是两个拟生词 分别是R和N 大家可以快速的念他的这个名字 快速念十遍你就知道了 这款游戏是有很多恶搞元素的 能够看到boss身体下方有一个 注射器 他使用生龙的时候落下来 这个注射器如果扎到你的身上 有吸血的效果 这次加了67点血 这款游戏如果注意一点打的话 血量最后是溢出的 不用太在意 非常扛打的这个敌人叫兽器包 第三关对于爆发贵妇来说 是非常关键的一关 本关就开始出辣椒了 用划铲打倒兽器包 或者是吹飞 打倒装甲少女的话 都会出辣椒 女狼好像也是可以出猪肉的 出了个茄子 对于他来说这是食材吗 是不是有其他用途 本关注意积攒一下辣椒 这样过关的话 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冬银公汤 第四关过关之后 还有一次做料理的机会 第五关最终boss之前 也有一次 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 游戏的标题 美食战队 强威野狼 就是主人公团队的名字 他们要对抗的邪恶组织 叫做巴斯 巴斯想要占领摩天都市的一切蛋白质资源 因为在这个世界观之下 蛋白质就代表着力量 这款游戏从世界观到游戏方式 再到招式的使用方式都非常的特别 再结合这个开发组 曾经制作过超胸贵系列 那他制作出多奇怪的游戏 都不会令我惊讶呀 又一个兽气包 兽气包被打倒的时候 有一个爆炸的效果 所以我要使用爆发挑衅 利用一下他的无敌时间 装甲少女要推飞出去 对面兽女狼的比例有点夸张了 这个腿太长了 也有可能是爆发贵妇的身高太矮了 在游戏的设定里他的身高是1米46 当然了他不完全是人类 是游异族 背后的翅膀不是装饰 上边这个敌人不是我打倒的呀 结果就没打出辣椒 长方形的应该是豆腐 划铲的话肯定会出蘑菇 第三关的boss战 这个boss是高阶兔女狼 一共有三个形态 现在是第一形态 最难的是他的第二形态 速度很快 到插之后赶紧下压呀 连我一块踢 分身有的时候特别坑 二形态的血量不是很多 这是个好消息 刚才这个电击就是普通的投机 输出也是很高的 如果你想快一点攻略的话 最好尝使用这招 这是boss的三形态 我感觉他就相当于咱们的招财猫 是一个吉祥物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攻击方式 跳起来之后砸人 我的血条应该还差两条就满了 所以说随便了 加了93的体力 血条应该是深蓝天蓝绿色和黄色 第四关也能够打到很多的石材 分身又来了呀 本关不止给一个分身 这样的话中间咱们可以故意 把你的分身坑死 因为有分身的情况下 他就不再出分身的道具了 刚才这个装甲少女是倒插在地上 我把他炸出来 如果我进行追打的话 很可能他的血条就空了 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去打石材了 这算是游戏的一个小技巧吧 但是我感觉这种东西不用太在意 这个场景和敌人的组合是咱们喜闻乐见的呀 这女郎又出来一个萝卜水 上一关好像能打出茄子 作用都差不多呀 我玩的是普通的难度 如果选择高难度的话 通关之后会有一个隐藏的图片 你会发现主人公团队的三个人黑化了 他们三个想要统治地球 但是没有后续了 因为这款游戏也没有续作 甚至这几个角色 在其他的游戏里边也非常的罕见 我的血条应该是还差一条就满了 满了的话 血量应该比最终boss还多吧 根据人设主人公团队三个人是改造人 能够得到强化 上边的肌肉男还有血量 这样的话我有可能会多抢到一个食材 离分身远一点 又出来一个分身的道具 这里我是有分身的状态 所以出的就是蛋白粉 无所谓了 车出头既能够赶路 安全性也很高 他是有攻击判定的 这一段很混乱 人多的话对打食材是不利的 分身的血量不多了 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分身道具 怎么就给了我几拳啊 辣椒好像都打满了呀 追出去 这次没打出辣椒 那可能血量太少了 游戏的前中期可以注意收集一下这些食材 后期就没有必要了 游戏的血量空了呀好消息 可以了他被带走了 我先把这个食材弄到手 然后再把分身叫出来 肌肉难我打呀 特殊头的打点太高了 打不到地面小型的敌人 如果想要打到他们的话 除了滑铲之外还可以使用下压 第四关的boss礼貌男爵 注意不要让这个家伙的礼貌碰到 碰到了会变身 可以选择跳起来 或者是快速的跑动 两套再来一套就带走了 分身真的坑啊 每次都中 游戏打到这个进度了 再做东鹰公汤的话 雪条肯定就满了呀 而且会有溢出 这里加了270 其实加的也不是很多 如果你食材攒得多的话 可能会加300多 这种地雷 用下压来打 会出辣椒 但是你是直接压不了地雷的 所以要利用到其他的敌人 这里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方法 我的血量满了 已经没有必要这样打食材了 这种敌人可以出肉 但是你要用拳头来打 危险性还是挺高的 大概率就是一个相杀 分身又来了 倒插敌人这招在屏幕的边缘是不效的 插到地上马上就会倒地 游戏进入最后一关 食材反而给的非常充裕 两个充裕宝 两个充裕宝 最后一关敌人的数量还是不少 但是受制于超人的机能 同屏的话你最多就看到三个敌人 这是当年的很多阶级游戏 一直到了超人平台之后 大幅缩水的原因 打完了这个场景 咱们还有一次做料理的机会 这关食材给的种类对贵妇来说是最好的呀 前提是你的终结剂使用的正确 这是大蒜吧 我的蘑菇肯定已经满了 好像没用过 这个敌人实际上是机器 上面是有人驾驾驶的 把机器打爆之后 上面的小人会下来 我的分身没挂 但boss战的时候是戴不了分身的了 咱们只能自己上 其实这个设计也不错 因为boss的打法很特殊 它是两个形态 球形的形态和人形的形态 人形形态是无敌的 如果咱们分身上去一直打的话 会浪费时间 又做了一份料理 boss的血条大概是我的四分之一 这个形态非常特别 咱们需要用滑铲 把它打下来 不然你就只能一直躲 球形的形态可以造成伤害 人形的咱们就跑了 boss会发动一个漩涡 就这样循环几次 最好是变成那种小的红球的形态 人形形态有点耽误时间 还差一下 这样的话通关 那好吧 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 美食战队 强威野狼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